我是你的教練梁澤睿 歡迎回到招樓實驗室 今天我們將來破解兩則留言 有我的朋友傳這個訊息給我 跟我說在網路上有人相傳 竟然用橡皮筋綁住你的腳趾頭 再穿上襪子去跑步 可以讓你跑得更快 我個人是有點懷疑啦 第二種可能呢 他是說把你的鞋子脫掉 然後只赤腳去完成100公尺這樣的距離 我個人覺得這個是小時候的留言 但不知道到底可以更快 我們到底就來測試一下 赤腳跑 綁橡皮筋跑 跟正常穿鞋子跑 來個最快吧 GO 走 好 我們剛剛已經熱身完畢了 我們現在準備來測試第一趟 在正常的情況下跑起來大概如何吧 準備出發 好嗎 預備 GO 好 我們來實測第二個項目 把他綁在腳底 他說這樣綁個八字可以更快 我是覺得有點誇張 沒關係我們就來實測看看 好 我們剛剛已經綁好了 現在橡皮筋已經繞一個八字在我的腳底上 我們來實測一下 對綁橡皮筋跑100公尺可以更快 LET'S GO 好嗎 好嗎 預備 GO 怎麼可能啊 綁橡皮筋腳好痛喔 不行不行 橡皮筋沒有比較快 我們來最後一趟 我們來最後一趟 赤腳跑 赤腳跑吧 欸 地板超燙 我這樣走過來腳底都很燙了耶 不行 等一下讓我穿個襪子好了 不然因為現在已經12點了 我覺得腳趾頭會騎水泡 會痛死 GO 好痛喔 破皮了 有點想大便 我休息一下 再來講心得 畢竟我真的 我先去大便一下 剛去直接拉肚子拉爆耶 好啦 總結一下今天這樣的實測呢 結果就是 請不要相信我要上這些留言實測 好好訓練還是最重要的好不好 因為三趟測驗下來 我只有第一趟正常跑的情況下 秒數是比較好的 其他兩趟 真的是跑到腳很痛 不然就是腳快燒起來 不要相信這些 留言 認真訓練最實在 好 那如果你們還有想看什麼樣的一些 奇怪的實測啊 或是一些都市傳說 歡迎留言在下面 或許未來我可以把它拍給你們看喔 我是你的教練隊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拜拜 下一個小時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